爱生命关注健康 欢迎收看中华医药 俗话说的好 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您天天得为他们操心 有人笑了 说这是说过去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用操心这个了 要我说不见得 您比如说这个茶 现在那当然是不愁没茶喝了 但是怎么喝茶会更健康 您是不是都知道了呢 《红楼梦》里的贾府 吃过饭上的这第一道茶 那是漱口的 第二道才是喝的 以前都认为 这是富贵人家的排场 太浪费了 其实这不是排场 而是有力健康的 因为饭后用茶水漱口 不仅可以清洁口腔 更重要的是 因为茶里边含有丰富的佛 它可以消除牙齿上的菌斑 坚固牙齿 预防掉牙 据说当年大文豪苏东坡 每次吃完了饭 也是用茶水来漱口的 为的就是不耻 古人是不知道什么佛 但是从经验中 总结出来了 以茶漱口 那《红楼梦》呢 只不过是把它反映在了 故事里而已 不仅如此 生活中的保养经验 《红楼梦》里还有很多反应 不妨一起来看看 流浪了为之出丑的鸽子蛋 到底珍贵在哪里 贾宝玉爱喝的酸梅汤 怎么偏偏不是酸的 王夫人推荐的玫瑰鹿 因何成为皇宫里的购品 贾母喜欢的鸡髓笋 还有什么养生的道理 有人说三国里的英雄多 红楼里的美女多 这是一点不假的 保守估计 在《红楼梦》里出现的女性人物 就有上百人 美女如云的大官员 书里都说是个温柔富贵乡 而在这个不折不扣的女儿国里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另类推测 可是您在看《红楼梦》里的这些女孩子 一个个活泼好动的 简直可以用精力过剩来形容 招待刘姥姥 给了她们一个吃喝玩乐的借口 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 她们保养身体的秘密 老刘老刘 食量大如牛 吃个老母猪 不抬头 我们看到各种人物表现出来这种笑 这个死香云很豪爽 一下子把饭喷出来 这个贾宝玉笑得滚到贾母的怀里头 贾母笑得呢 就是滋喊 宝贝心肝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熙凤和鸳鸯还设计捉弄刘姥姥 哪嘞 真长 一两银子一个呢 快尝尝 凉了就不好吃了 快 夹起来 好 对 吃 吃 这筋儿也俊 这蛋也小巧 我先往上一个 老亲家 快起来吧 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 就没了 快做快做 那是鸽子蛋 您看看 捉弄人都要用鸽子蛋 这种恶作剧 估计只有他们才想得出来 这个《红萌萌》里边 书里边已经写得很明白 一个蛋 就要一两银子 那么说明很贵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惯严 一个月的公信 他多少两银子 没有多少 是吧 曹雨昕的祖父 这个 一个月 一年的信奉 他一百两银子 那就说明 要一两银子 一个鸽子蛋的话 那么这就很贵 这么值钱的鸽子蛋 他们居然用来玩 可真是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贵啊 可是话要说回来了 这鸽子蛋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因为据说啊 一对鸽子 一个月 只产一次蛋 而且一次啊 只产两枚 多了没有 当然要贵了 您想想看 搞一次用鸽子蛋 当菜肴的招待宴会 那得多少鸽子蛋啊 所以胡教授啊 就认为 鸽子蛋的出场 显示了贾府达官显贵的地位 但是在李教授看来啊 这鸽子蛋却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饮食调养 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咱们还是先去准备 做这个鸽子蛋的配料 回来啊 再给您揭秘它的保健秘密 做这道菜 大概需要准备一百五十个的银耳 十枚鸽子蛋 那么这小小的鸽子蛋 和红楼嘉丽们的养生保健 有什么关系呢 鸽子蛋本身呢 咱们对你讲呢 它是一个补肾的家庭 而那个就是说 通过补肾呢 它可以调节内分泌 调整女性的月经 因此自古以来呢 鸽子蛋都认为是一个女性的良药 它本身呢 含有特别优质的高蛋白 而且脂肪含量很低的 这样一个食物呢 同时含有非常丰富的 一些其他微量元素啊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 其他营养物质 因此呢 通过鸽子蛋的服食呢 可以帮助他们的补气和血 从而呢 使得面容红润 有光泽 经历也非常好 在中医的阴阳学说中 天为阳 地为阴 而在天上飞翔的鸽子 她的体内就吸收了 大量的自然阳气 因此中医认为 对于那些身体虚弱的人 特别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来讲 鸽子的肉和蛋 是非常不错的滋补佳品 早在内经的时候 当时内经呢 给专门记载了一个 复刻专用方 叫乌贼古方 里头就用了鸽子蛋 去治富人血窟精壁之症 那么实际上 你说到现在看来呢 可以通过鸽子蛋的 就是调养 调节富人的内分泌 从而达到一个 就是 养血调精的目的 除此之外 古代中医对鸽子蛋的功效 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认识 比方说李世珍呢 在他的本草纲目中 就有这样的记载 他认为鸽子啊 善于交合 因此呢 他的鸽子那个字呢 是一个盒子 一个鸟字而构成的 因此呢 概括为呢 鸽子其性最淫 尤其呢 古代一间认为 他特别呢 就是对富人这种性 当然功能不遇效果比较好 因此呢 经常用于呢 妇科病的一些治疗 刘姥姥可能没想到哈 自己吃的这个鸽子蛋啊 还是女性保健的好东西呢 可是遗憾啊 无论是在书里边 还是在电视剧里啊 都没有具体的介绍 这个鸽子蛋啊 是怎么做的 所以这道菜 到底是什么样子 很多人啊 都有不同的理解 那为了能够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简单一学 又能够在招待朋友的时候啊 露一手 做一做 这《红楼梦》里的美食 我们就对这道菜啊 也进行了改良 马上回到药膳厨房 来看一看 改良以后的这道鸽子蛋 怎么来做 制作这道银耳鸽子蛋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银耳放在冷水里浸泡 四十分钟左右 银耳的质地比较薄 用冷水泡呢 口感较脆 而用热水泡出来的银耳 那种口感的狠面 只适合炖汤 记住了 做这道银耳鸽子蛋 您一定要用冷水泡拔银耳 泡银耳的同时呢 我们取出和鸽子蛋数量相等的勺子 最好是瓷手 把每一个勺子都在香油里蘸一下 为的是一会儿蒸鸽子蛋的时候 能够保证蒸好的鸽子蛋外形美观 把蘸好香油的勺子放进一个大盘子里 接下来把鸽子蛋打碎 装进勺子里 一个勺子装一个 这么处理就避免了您在吃的时候 出现像刘老了那样 因为不好夹而滑落的尴尬 鸽子蛋打碎装好以后 把盘子放进蒸锅 用中火 扔三分钟左右 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处理银耳 把已经泡好的银耳去掉地和杂质 放在一边备用 鸽子蛋蒸好了 把成型的鸽子蛋 均匀地摆在盘子的四周 然后在锅里加入高汤 烧开以后 把择好的银耳放进去 烧一下 摇出 锅里留一点汤 加入料酒 味精 盐 盐 把银耳再放进去 煮一分钟左右 最后 加入一点水淀粉 翻炒一下 就可以装盘了 把多余的汤汁 在鸽子蛋上也浇上一点 这样 这道好看又好吃的银耳鸽子蛋 就可以上桌了 别看这鸽子蛋啊 个头不大 功效却不少呢 调理器具 补肾养颜 而且啊 味道也不错 估计 《红楼梦》里的那些女孩子们啊 对这道药膳 肯定会特别喜欢 建议您在家里边 也可以学着做一做 这道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的 银耳鸽子蛋 好了 刘姥姥吃鸽子蛋的事啊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话说 贾府里的公子小姐们 虽然经常会聚在一起 饮酒玩耍 好像不知道烦恼忧愁 其实啊 有的时候玩过了头 也是会闯祸的 贾宝玉 尽管被贾母看作是心甘宝贝 但是她惹恼了父亲 照样会挨打 探秘红楼美食 咱们接着往下看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天性自由 不向往功名利禄 可她的爸爸贾政 就是嫌她不求上进 话说这一天 有人在贾政面前 告了宝玉一状 把贾政气得火冒三丈 把所有大门都关上 谁要进去报事 你怎么打死 宝玉听说父亲要打他 这一下子可急坏了 你等等 你等等 你快去叫人 老爷要打我 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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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紧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跳紧 你就让他跳去吧 看来啊 躲是躲不掉了 这顿打 再劫难逃 打 狗王死了 打 打呀 起来 快 出 出 假正的这一顿板子 打得宝玉臀上作痛 如针挑刀挖一般 是吃不下也喝不下 就在大家纷纷着急的时候 他就嚷着口里干渴 喝酸梅汤 医学专家认为 这里边很有文章呢 像宝玉那样 外乘肉型 内火上工的时候 体内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 在酸性物质刺激下 人体会觉得口渴 心烦 甚至身体酸楚不适 实际上呢 这个情节体现出 就说一个宝玉本身喜欢喝酸梅汤 第二个呢 假虎也经常备着酸梅汤 但是其实呢 其中还有更深的科学道理 要说这酸梅汤 那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清凉饮料 如果要是在炎炎夏日里啊 能喝上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确实能够让人生津止渴 消掉不少的暑气呢 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啊 不仅现在的人爱喝 《红楼梦》里的宝玉也爱喝 可李教授却说 还有更深的科学道理 那又是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 先一起去看一看 制作这道 红楼酸梅汤 需要准备哪些原料 要是酸梅汤 您肯定喝过 但要说起这做法来 您可能就不知道了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 是出自《红楼梦》里的酸梅汤 做法相当讲究呢 做这道红楼酸梅汤 您需要准备 酸梅汤的主要原料啊 就是乌梅 口味酸酸的 其实啊 和食物一样 这人的体质啊 也有酸性碱性之分 前面说了 饱于挨打之后啊 体内就会产生 很多的酸性物质 那另一种情况是啊 当积压鱼肉 这一类的食物吃多了 经过代谢 也会变成酸性物质 那再多的话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体质 也跟着变成酸性体质 比如说像疲倦乏力 昏昏沉沉 心烦意乱 记不住事 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都是酸性体质的表现 我们常说的亚健康状态 就是酸性体质作用的结果 而对于那些爱美的人来讲 这个酸性体质的危害啊 就更大了 简单说呢 就是油 倒 暗 粗 所谓油呢 就是酸性环境下呢 皮肤呢 容易出油 所谓痘呢 就是酸性环境刺激下 皮肤呢 容易出现轻微的炎症 引起呢 皮肤呢 皮脂代谢异常 出现粉刺 所谓的暗呢 就是酸性环境下呢 皮肤呢 经常出现暗淡 没有光泽 而粗呢 酸性体液刺激下 皮肤容易显得粗糙 毛孔粗大 哦 难怪有些过了新生期的朋友 脸上也会不时的冒出痘痘来 原来这就是酸性体质在作怪 那如果自己的体质一旦偏酸性之后 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时候呢 就说如果用一个物质 调整人体酸性平衡的话 是体内呢 体液偏减 恢复到平衡的时候 这些症状会消失 李教授说的这种物质啊 有很多 其中酸梅汤就是一种 你可能觉得会很奇怪啊 说既然是要中和酸性物质 那就应该用碱性的物质啊 就跟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 说糖多了啊 搁点盐 盐多了 再放点糖 可是这乌梅是酸的呀 乌梅做出来的汤 肯定也是酸的呀 这么酸的东西 怎么还会中和酸性物质呢 这个问题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先去看一看这道 红楼酸梅汤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在盆中加入一大勺清水 接下来把乌梅 扇炸 还有甘草 放入清水中 浸泡三十分钟 然后在砂锅中加入一千克清水 这时候再把泡好的乌梅 山楂和甘草 一起放入砂锅中 然后用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再改用小火煮三十分钟 接下来加入适量冰糖 再煮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等开锅以后 用小勺搅拌几下 好了 现在就可以盛入小碗了 最后再加入一小勺糖桂花 搅拌均匀 这道可口的酸梅汤就做好了 汤是做好了 但我们还是没弄明白 这酸梅汤 怎么能中和酸的物质呢 乌梅正是这样一个物质 它可以在体内虽然吃着酸 但是到了体内以后 它却可以使体验调整的偏碱性 原来一种食物是碱性还是酸性 并不是由它的味道所决定的 比如柑橘 葡萄 柠檬 这类吃起来很酸的水果 却都属于碱性食品 当然 乌梅也是这样的 您看 埃兰达 体质变酸 喝点酸梅汤中和一下 这贾宝一选的东西还挺适合的 不过 根据《红楼梦》书中的描写 这酸梅汤 宝玉没喝成 因为它的丫鬟席人 不让它喝 由于这个酸梅汤有收敛的作用 所以除了受外伤的人不能喝之外 像发烧的病人 另外还有便秘的患者 也是不能够喝的 您看看 连席人这么一个丫鬟 都知道这么多的保健知识 可见这大官员里的人 真是很了不起 我们再说这宝玉 埃兰达之后 她不能够喝酸梅汤了 那该怎么办 不过马上就有人预备了 另外一样好东西 那又是什么 刘姥姥为之出丑的鸽子蛋 到底珍贵在哪里 贾宝玉爱喝的酸梅汤 怎么偏偏薄是酸的 王夫人推荐的玫瑰鹿 因何成为皇宫里的贡品 甲姥喜欢的鸡髓笋 还有什么养生的道理 中华医药系列特别节目 探秘红楼美食 正在播出 话说宝玉被父亲一顿暴打 伤势很重 好不容易想喝点酸梅汤吧 丫鬟席人又说 不利于伤势恢复 没让他喝 这时候 他的母亲王夫人 马上拿出了一瓶 叫做玫瑰青露的东西 让席人带给宝玉 说他最适合受伤的人使用 那这玫瑰青露 又是要什么东西呢 当时啊 王夫人在把玫瑰青露 交给席人的时候啊 特别叮嘱她说 这是尽上的 那这个尽上的意思啊 就是说 这个玫瑰青露 是尽给皇上的 可见有多么珍贵难得了 而且红楼梦里还说 说宝玉啊 在服用了这个玫瑰青露之后啊 是一日好似一日 看来这玫瑰青露 还真是挺有作用的 玫瑰青露 顾名思义 肯定是和玫瑰有关系了 但是我们常见的呀 是观赏玫瑰 还有一种啊 是食用的 可以做成玫瑰酱 或者是用来泡水喝 比如说您看 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种小的干玫瑰 但是《红楼梦》里提到的 这个玫瑰青露又是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宝玉在挨打了之后 适合喝玫瑰青露呢 这些问题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先一起去药膳厨房 看一看 要制作这道玫瑰青露 都需要准备哪些原料 做这道红楼玫瑰青露 你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干玫瑰花瓣五百克 糖桂花五克 冰糖试量 这个玫瑰青露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 在他的《本草纲目》十一中说 露乃物质之精华 而这玫瑰青露 其实就是用蒸馏的方法 提取的玫瑰精华 在《红楼梦》里 它被用在宝玉挨打受伤之后 这在中医专家看来 是非常适合的 玫瑰呢 本身的活血化瓶作用非常强 那么一个受伤的人来说呢 他呢 经常呢 我们可以判断 就是说呢 身上有气血不通畅的状态 所以才会疼 这样的话 用玫瑰去活血化瓶 效果非常好 根据《红楼梦》的记载 说当时啊 宝玉在挨打之后 的确出现了瓶血状态 所以他服用 由玫瑰制成的玫瑰青露啊 是有效果的 但是玫瑰青露的作用啊 可不仅仅只是活血化瓶 它还有你想不到的功效呢 那又是什么功效啊 我们先去学习一下 这个玫瑰青露的做法 回来再告诉您 我们今天要给您推荐的玫瑰青露 不是用蒸馏的方法 而是用水煮 方法很简单 但功效却是一样的 首先 将玫瑰花瓣洗净 然后在砂锅里倒入500毫升左右的清水 为了让汤汁更浓 效果更好 我们先把一半的玫瑰花瓣 倒进砂锅 盖上锅盖 用小火慢慢熬 煮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时间到了以后 打开锅盖 这之后 你会发现 汤汁的颜色变深了 而玫瑰花瓣的颜色 变成浅黄色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锅里的花瓣捞出来 然后再把剩余的那一半玫瑰花瓣 放入砂锅中继续熬煮 时间也是十分钟左右 锅开了之后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适量冰糖 搅拌一下 当冰糖完全融化了之后 把锅里的花瓣捞出去 就可以关火了 这之后 把汤汁盛入小碗 再加入一些糖桂花 搅拌均匀 这道甘甜香醇的玫瑰青露 就做好了 这就是曾经只能皇帝御用的玫瑰青露 好看还金贵 宝玉不仅自己用着不错 而且还把玫瑰青露作为礼物 送给要好的丫鬟和小丝们 西人 把这瓶玫瑰青露 拿来给方官 是宝二爷吃的西洋葡萄酒 这不是酒 就剩了这些了 连瓶子都给你们了 太谢谢宝二爷了 我瞧瞧 刘嫂子拿着玫瑰青露 给自己因病酒握在床的侄儿服用了一些 结果她的侄儿顿时感到 心中一唱 头目清凉 这正是玫瑰露的另一个功效 这个玫瑰花的主要成分啊 是香茅醇 橙花醇 还有丁香油分 等等这样一些挥发性的物质 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芳香浓郁的甜美气息 能够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 可以让人放松紧张的精神 释放压力 特别是对现在都市生活中工作压力大 精神紧张 食欲不振的人群 那洪涛在这儿要建议您了 不妨试一试这道玫瑰露 说不定啊 就很好的缓解压力 放松精神的作用呢 说到这个玫瑰了 当年啊 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也和她很有关系 不过啊 这个杨贵妃可不是喝玫瑰青露 而是拿这个玫瑰花瓣来洗澡 那是因为看上了玫瑰的另外一个作用 那个作用又是什么呢 玫瑰的这个作用就是 美白皮肤 而这个作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认识到了 当年啊 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 就常年用浸泡着鲜玫瑰花瓣的牛奶沐浴 为的是保持皮肤的白心细腻 玫瑰真的有这样的作用吗 玫瑰本身呢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C 据说呢 是一百克玫瑰可以含两千多毫克维生素C 可以比苹果呢 高达了七百多倍 这样的话呢 维生素C呢 它可以促使细胞呢 把有害的物质排出出去 同时呢 增强呢 皮的那个细胞呢 胶原蛋白的生成 增强呢 就说那个抑制呢 那个黑色素颗粒的生成 这样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 因为玫瑰花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玫瑰青鹿 也应该是个能够养颜的好东西 也难怪 它成了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的 抢手货 这个玫瑰青鹿啊 在《红楼梦》里有多抢手呢 只说一点啊 就足以证明了 既然有人冒着很大危险 把放在王夫人屋里的这个玫瑰鹿啊 给偷走了 由此啊 还引出了一桩冤案 这个呀 咱们以后还要讲 要我说啊 这个偷玫瑰青鹿的人啊 也真是的 搞清楚了 您再说呀 因为这个玫瑰青鹿虽然好 并不是人人都适宜的 比如说 那些经常便秘 容易上火的人啊 就不适合服用 因为吃了容易加重症状 其实呢 话又说回来了 何必偷呢 要找这美容的食品啊 贾府里不到处都是吗 以前啊 咱们说过的 贾母爱喝的杏仁茶就很好 要嫌不够啊 这里还有一个呢 在通行本《红楼梦》第75回中 我们又找到了贾母爱吃的另一道菜药 这一回说的是贾母吃晚饭 贾母的两个儿子都专门送来了做好的菜肴 孝敬老太太 其中贾母唯一留下品尝的是一道叫鸡髓笋的菜 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个名字 这又是一道什么菜呢 那么送的这道鸡髓笋 应该说是一道南方菜 空话北方没有这样菜 这是一道南方菜 那么这里边呢 那么 既珍贵 珍贵在 它是用鸡髓 用鸡汤 用鸡髓 来焖的这个笋 那么可以想象既鲜亮 又特别的那个清淡 所以这个把这个清淡和鲜亮都融在一起 那么这是一道 应该说是一道名贵的菜了 原来这鸡髓笋的原料啊 就是竹笋 说到这个竹笋了 吃过的人都知道啊 它清脆爽口 滋味鲜美 自古啊就被视为菜中真品 清代文人鲜鱼 就把竹笋誉为素食第一品 认为啊 肥羊嫩猪也比不上它 可见它的美味有多么诱人了 那么 它跟贾母的养颜护肤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准备一下做鸡髓笋的原料 回来就揭开这个秘密 做这道鸡髓笋 您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云南文山玉指竹笋十二根 你也可以用普通竹笋 二百五十个左右来代替 鸡腿一千五百克 鸡脯肉一百五十克 香菜少许 鸡蛋两个 我们把鸡腿上的皮和肉 取下来另做他用 这道菜 是用鸡腿骨中的鸡髓 那么 红楼梦中 贾母在儿子们孝敬的菜里 毒毒留下的鸡髓笋 到底对养颜护肤有什么作用呢 对于女性而言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现代女性 凡人的痘痘 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苦不堪言 女性皮肤杀手之一 青春痘 实际上就说 竹笋这个食物吧 自古以来就被中医一家 称作为养生保健之上品 那么它在美容上面 它的突出功效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第一个就是凉 那么竹笋它本身是干凉的 可以清虚热的 大家都知道皮肤是洗凉的 如果是上了火了 就容易生痘 因此呢 经常的适时的吃一些竹笋的话 可以预防这些皮肤急患发生 竹笋护肤功效之一 防痘 经常上火 脸上除了会出现青春痘以外 各种斑也会趁虚而入 女性皮肤杀手之二 斑 第二个呢 竹笋是 疏 它可以疏于疏干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人的气息不调 情绪不佳 佳的话 往往会面部长斑 而竹笋这个疏干解育的功效 恰恰可以帮助人呢 调理气息 预防呢 就是斑的形成 竹笋护肤功效之二 防斑 女性皮肤的第三大杀手就是便秘 虽说那是出口的毛病 但肠道不通 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 时间久了 脸上难免就会暗淡无光 失去颜色 女性皮肤杀手之三 便秘 那么竹笋的第三个功效呢 可以用通字来概括 而对于这个功效呢 就是古代一家呢 对竹笋呢 是大家称赞的 比方说呢 李时珍就认为呢 在他的刚刚刚目中 把竹笋称之为长刮臂 他可以把呢 就说长鼓中的一些机质物质排掉 避免的毒素呢 就是再吸收到人体体内 也就是说呢 形成了一个排毒的功效 竹笋护肤功效之三 排毒 皮肤中过多的油脂 把毛孔变成了残污纳垢的场所 油光可见 秀气席人 女性皮肤杀手之四 油脂 竹笋的第四个美容功效呢 和他的那个消字有关 也就是说呢 开格消失化痰 大家都知道呢 如果一个人呢 体内得说有素食 或者说呢 有更多的痰饮时机的话 那么往往会在脸上的形成一些呢 过多的油脂堆积 要俗话说呢 就显得有秀气 或者脸上不干净挺脏 那么通过竹笋的这种呢 就是消失化痰的功效 可以使人的脸部的 那个油脂代谢的保持平衡 达到一个美容的功效 竹笋护肤功效之四 除锈 怎么样 那您明白了吗 女性皮肤的四大杀手 青春豆 斑 便秘 和过多的油脂 这个竹笋啊 通过梁 书 通宵 这四招 就把它们都对付了 所以啊 有人就总结了 这么一句话 说 要想皮肤好 竹笋 少不了 那就赶紧去厨房 看看这道 甲母爱吃的鸡髓笋 是如何制作的吧 制作这道鸡髓笋的第一步 我们先来取鸡髓 把鸡腿骨剔除下来 然后用刀 再上下两头 这么一削 再用手 这么一拧 用小刀 一挂 您看 鸡的骨髓就出来了 其实这鸡髓 在这道菜里 也就是提个味道 如果您觉得麻烦 可以省略这一步 接下来 在锅里倒入一点清水 加入少许盐和料酒 把鸡髓放进去 稍微一煮 就赶快把它捞出来 放在盘子里备用 接下来 把竹笋去掉头尾 只留中段 切成两半 再烧一点水 开锅以后 加入味精 盐 和料酒 把竹笋放进去 用中火 煮五分钟左右 这一步非常关键 因为竹笋当中 含有草酸盐 如果煮不透的话 将会影响您正常的肠胃功能 五分钟之后 捞出竹笋带用 第三步 把鸡脯肉切成条 放进搅拌机 加入一点水 打成肉绒 把它倒进一个大盆里 加入两个鸡蛋清 再加入味精 再加入味精 盐 喝料酒 抓匀 接下来 把处理好的肉绒 均匀的涂抹在 煮好的竹笋上 点一点鸡髓 撕一片香菜 做点缀 装进大盘里 都处理完之后 把装好盘的竹笋 放进蒸锅 用中火蒸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蒸好以后 装盘 最后一步 就是在锅里 加入一点水 放进料酒 味精 盐和水淀粉 勾芡 把勾好的芡汁 均匀的浇在竹笋上 这道 好看又好吃的鸡髓笋 就做好了 竹笋是个好东西 当然做法呀 可以不必这么复杂 怎么方便 怎么做 不过啊 不管您怎么做 有一点您一定要记住了 那就是一定要把竹笋煮得熟透了 再吃 因为鲜竹笋当中啊 含有草酸盐 如果要是没有煮熟的话 会损伤人的肠胃功能 其实《红楼梦》里的人物啊 是各有自己爱吃的东西 比如说 秦文 他就爱吃蒲子杆 这个贾宝玉啊 就爱吃虾丸鸡皮汤 而且呢 还各有各的原因 这个 咱们下次再告诉您为什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别忘了中华医药 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红楼梦》